第一集 爆料君 爆个大料给你 我高中是外中这世 跟现在一个很红的女明星是同班同学 很好猜是谁吧 其实她高中时候根本不漂亮 那行脉也不能算不漂亮 不过比现在差多了 大概整过了 反正当时的帮花笑话根本不是她 是另一个美女学霸 女明星我就剪成Q吧 很虚荣的 整天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她爸就是个水电工 全班笑到大牙 基本上女生都很讨厌她吧 我们班当时有个学神 而且我们班是全校重点班 括号Q听说是花钱进来的 成绩很烂 本班学神那肯定是全校第一了 她就是风云人物 各种竞赛什么的都是第一 还非常帅 篮球足球都玩得很好 就现在偶像剧老爱演的那种男主角吧 不过我觉得呀 电视里再说的男明星来演都不如她 演员嘛 文化水平不行 气质都竖几条街吧 怎么比得上真材实料啊 然后Q就跟她表白了 好惨啊 还被人撞见了 结果 被学神毫不留情的拒绝了 说她对智商也是有要求的 学神和美女学霸后来一起考上了清华 在一起了 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吧 Q现在很红了 不知道怎么红的 毕竟也没啥才艺吧 不知道爆料剧你敢不敢发了 乔晶晶盛装出席了一个分担高奖 结束后才上了保姆车 就被经纪人递上的黑料 糊了一脸 喂 看看吧 你高中同学爆料 乔晶晶高中倒追被羞辱 我说晶晶你怎么连高中同学里都有黑啊 乔晶晶把奖杯 塞给紧跟着上车的助理 踢掉高跟鞋 拿过手机窝进自己的专座 低头才扫了三行 就兴致缺缺的关闭了页面 转而去搜微博上 对他这次红毯造型的评价 看到各大营销号这次 基本吃肯定太多 粉丝们更是把他夸成了仙女 乔晶晶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情顿时愉悦起来 不枉他在健身房里 咬牙切齿地练了三个月 今年上半年 他拍了个美食戏 道具吃太多 才胖了三四斤 居然就被一个毒蛇的时尚博主说 他要撑破屏幕 那个博主当然被他的粉丝狂撕了一通 而乔晶晶一边灵魂伴随着粉丝去找博主 一边还得大方地发微博 表示自己要练练练 剪剪剪 汗水不能白洒 身材不能白练 必须拿出来秀一把 过阵子发点健身照吧 行 那个爆料的你看了没有啊 林姐从后座探过脑袋 一脸的八卦 乔晶晶白了他一眼 回头去把那个爆料帖扫了一遍 看完往下拉 评论区已经被他家粉丝控场 大乔我周瑜啊 在下面回复 如果是真的 那谢谢请告诉大家 我乔是高中重点班学生 顺便 我乔211 成绩很烂 不存在的 这条回复 有一万零二百六十个赞 乔家大院在下面回复 这是我乔参加高中闺蜜婚礼 当伴娘的合影 闺蜜自己发的微博 说我乔高中没朋友 呵呵你一脸 合影点这批计 这条回复 有九千七百六十五个赞 大乔战队回复 楼主恨我爱豆恨得要死 结果也没啥黑料能爆 我爱豆果然是好孩子 八千八百七十六个赞 小草回复 来看热闹 楼主 你对大料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七千六百八十九个赞 风瑶一我 来看热闹加一 结果觉得我家演员也撞枪了 楼主 当演员吃你家大米了 怎么这么多屁话 就你有文化有素质上个学啊 五千八百七十个赞 林杰保持着伸长脖子的姿势 推了一下乔晶晶 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有真的有假的 这下车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假的是说我以前不漂亮 开玩笑 我一直就美得不行 还有 人家拒绝我也没有那么狠 很有礼貌的 你还真跟人表白被拒了 当然 那个男生吧 真的很帅的 乔晶晶回味了青春三秒钟 你这个是小号吧 是 那 那那个女学霸 真的比你还好看 林杰想来想去 都觉得不科学 不是她给自家一人吹 乔晶晶的容貌身材 就算在娱乐圈的女明星里 都是顶尖的 从头到脚 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这种条件 她们一个班能有两个 那当然没有咯 乔晶晶一边啪啪打字 一边斩钉截铁的回答 喂 你在干嘛 林姐心中 有种不祥的预感 定睛一看 正好看见乔晶晶 发出一条评论 唉 这穿越时空的忌妒啊 祝你不要被气疯 助理小猪 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林姐无奈 唉 正事不干 快发微博 感谢下大家 哎呀 刚刚出来的路上就发了 你没看见 林姐语色 不好说自己一直关注八卦 居然没关注自家一人的动态 赶紧拿起另一个手机 戳进工作室微博去转发 嘴里不放心的嘀咕 死丫头 也不给我看一下就发 乔晶晶懒得理他 把爆料铁截图 发到了自己的手机上 然后又发给了高中三年的同桌佩佩 就是她做伴娘的那个 佩佩一看她出现 先发来一串感叹号 晶晶 年度人气女星 我刚看电视了 恭喜 你看我刚发你的截图 哪个贱人这么胡说八道 你明明一直这么好看 好友这么会抓重点 乔晶晶非常欣慰 最多吐了点嘛 乔晶晶仿佛被剑戳了一下 但是现在 已经到处是乔晶晶 同款发型同款衣服了 乔晶晶懒得理他 你觉得爆料的人是谁 不知道啊 前阵子高中群里 讨论你蛮多的 巨太火你太红了嘛 估计有人眼红的不行了吧 乔晶晶也不指望 佩佩能猜到谁 随意讨论了几句 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 等她换下礼服 准备休息时 佩佩又发了消息过来 啊对了 我前阵子听李明说啊 于途和夏晶好几年前 大四那会儿就分手了 在一起才一年多吧 李明你还记得不 他家和于途一个小区的 父母都认识 听说于途现在也在上海呢 乔晶晶扬眉 看着手机上 那个久违的名字 居然分手了 当年我在异地大学里 听到他们在一起的消息 可是 算了 黑历史就不要回顾了 你说于途想起你 会不会后悔啊 你不要这么幼稚 保姆车平稳地开上了南北高架 一点都不幼稚的乔晶晶 打开了车窗 迎着微风 愉快地歪歪了半天 于途后悔的样子 他想起了高二的那次表白 一开始 那个人只是说 对不起 他执着又自信地 一定要知道原因 他记得 他说 对不起 我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努力的人 不知道于途为什么觉得 他就不可能和他一起奋斗努力 可他最后找的人 也没跟他努力到底吗 乔晶晶有点爽 但是心里 居然还有一点遗憾 和瑟瑟的感觉 他的少女心 是不是太持久了 不知道于途现在在做什么 不过 乔晶晶看向车窗外掠过的街道 竟是一派都市繁华的圣景 而他 已经成为这繁华世界中 最繁华的一部分 他微扬着下巴想 不管他在干什么 一定都已经 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第二集 都快十点了 今天就住上海吧 明天早上出发 下午到横店 我让他们把你的戏啊 往下午挪一挪 不行 明天十场戏呢 现在就去横店吧 我车上补个价 你让师傅开稳一点就行 打住 灵姐激紧地打断了乔晶晶 自从有一回 某个导演夸乔晶晶 敬业勤奋 而他顺势帮他 吹了一波敬业人设之后 乔晶晶就成了一个 把敬业福背在身上的女演员 口头禅都是 我敬业的人设不能帮 乔晶晶坚强地说完了口号 知道了知道了 快睡吧 灵姐无奈地降下隔板 跟司机说了一声 还是去横店 乔晶晶放平椅子开始睡觉 这些年跑东跑西的 她早就练就了一身 在任何交通工具上 都能安睡的本领 今天却不知道怎么 睡得不踏实 朦朦胧胧 自省飞行间 她好像到了一间教室 梦里的她 很快恍然大悟 这是高中教室 一转眼 她又在考试了 一看考题 却是一颗草莓 有多少卡路里 这题目也太难了吧 学神恐怕都不会吧 答不出来的乔晶晶 陷入了不及格的恐惧中 就在这时 教室突然大幅度地摇晃起来 有个声音在喊 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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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方种荣耀了 从夜七八年 如果问乔晶晶有什么怕的 其中之一 必定是微博热搜 现在微博热搜的头条正是 乔晶晶 人设崩了 点进去最热的一条 是一个营销号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一个ID叫闪闪发光的人 在打王者荣耀 水准堪称一塌糊涂 各种死来死去 简直惨不忍睹 营销号还放了几张截图 前几张是闪闪发光 一言难尽的战绩 胜率低 得分低 MVP一个都没有 后面几张 则是一些通稿的截图 每个通稿都在吹 乔晶晶这个王者荣耀代言人 是游戏高手 粉丝在下面愤怒地让他拿出 闪闪发光 就是乔晶晶的证据 那营销号 不慌不忙地转发回复 那你让乔晶晶出来否认啊 乔晶晶没法否认 因为那就是她的号 王者荣耀 是腾讯旗下一款 及时对战塔防游戏 这款游戏 有近八十个英雄 每个英雄技能都不一样 玩家进入游戏后 可以选择不同的英雄 和人作战 推掉敌方基地水晶就算赢 其中最经典的模式是五威武 对战王者峡谷地图 被报视频中 乔晶晶正式玩的这个 用的是法式小乔 说起来当初乔晶晶拿代言的时候 这个游戏还不算火 但是灵姐看她的游戏宅老公 天天沉迷其中 直觉这个游戏汇报 主动向游戏方 抛出了橄榄枝 灵姐的直觉 在给乔晶晶接戏的时候 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游戏上 居然也没啥偏差 王者荣耀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大爆特爆 成为第一款 真正国民意义上的手游 连带着乔晶晶也多了很多 原本受众之外的关注度 受益颇多 但是之前有多受益 现在就有多麻烦 谁也没规定游戏代言人 一定要游戏玩的好 但是你把自己吹成绝大高手 结果却水平这么烂 就不得不让人潮了 灵姐一路绷着脸刷手机 直到到了横店的酒店 打发了小猪 才开始盘问乔晶晶 你什么时候玩的 就上半年拍电影的时候 一共才玩了半个多月 老是被人杀就没再玩了 有谁知道你玩 我没和任何人说 但是我是用微信登录的 好像微信好友 也玩这个游戏的话 会自动出现在游戏好友呢 估计能看见我吧 但是到底是怎么录下来的 王者荣耀有个叫 好友观战的功能 你也知道微信好友 会直接变成游戏好友了 所以他们都能观战 你也能录下来 你不知道 还有这个功能 灵姐简直想打他 什么都不懂 你想玩什么游戏啊 乔晶晶觉得自己也很无辜 我好歹也是个代言人 老说我是游戏高手什么的 我信不信虚啊 当然要去练练 灵姐心里一阵绝望 难难地说 我早该知道你有这个毛病 随便给他吹点什么牛 他就想变成真牛 现在想想 幸好当初没帮他 做流行吃货的人生 不然恐怕现在 都有两百斤了吧 我错了 我就不该跟我老公 去玩什么QQ去 要是我用微信号玩 早就发现你在乱搞了 灵姐真是毁得肠子都轻了 她也是跟着自家老公 玩过一阵后 才去跟腾讯谈合作的 但到底工作忙 渐渐地也就放下了 后来拿下代言 她还把自己的账号 给乔晶晶试了下 看她实在不像 游戏高手的料子 就没再管她 代言人嘛 发发微博 站站台拍拍照就可以了 可是谁知道 她竟然这么有志气 居然自己偷偷去玩 灵姐焦虑地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你别把这不当一回事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男的女的 在抢王者的代言吗 不要钱的都有 本来王者要跟我们续约的 现在出了这个事情 续约的事情恐怕就悬了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咱们是演员 代言都是其次的 李岛的电影女主角 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人家要拍的电影 叫什么 就真实 乔晶晶在娱乐圈那么多年 稳坐一线小花 当然也不是傻白甜 立刻就想到 你的意思是 对方放出来这个 是为了李岛的电影 唉 有个消息还不能百分百确定 所以我也没跟你说 但是李岛的女儿那边 传出消息来说 李岛决定就是你了 我看呀 也有别家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才来这么一手 我都几个月前玩的了 这是不是有点深谋远虑 别出心裁啊 估计人家早路了 就等着什么时候放出来呢 这不就派上大运厂了 正说着 林姐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 嘘了一声 嘘 王者那边电话 林姐开了免提 喂 对方语气有点急 开口就是一大串 邱总 我是Alex 今天热搜怎么回事啊 那个小号是晶晶吗 他是不是在练英雄啊 你们赶紧上微博解释一下呀 林姐差点想一拍大腿 感动得眼睛都红了 有这么体贴的合作方吗 居然帮他把理由都想好了 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一叠声地回答 啊 对对对 就是在练英雄 就是在拿小号练不熟悉的英雄 所以才玩成这样 这个情况最好还是发微博说明一下吧 不然我们这边也挺尴尬的 哦 当然当然 我们马上发微博 不过邱总 我们这边讨论了一下 光微博成亲 会不会可信度不够啊 其实我们这边刚好有个活动 很适合把现在这个情况 从危机变成双赢 灵姐心头一跳 警觉地问 什么活动 是这样啊 还有一个多月呢 秋季赛就要结束了 之后啊 会有一个专门的年度颁奖典礼 我们呢 想请京京在颁奖典礼上 打一场娱乐赛 到时候啊 我们会从微博上 抽出五位幸运玩家 加上京京一共是六个人 分成两组 每一组有权自己挑选 两名实业选手当队友 这样打起来肯定热点十足啊 这 我们合同里好像没有这一条啊 合同里也没说你们会爆出这样的视频啊 哎呀 娱乐赛而已 玩家都是随机丑的 水平应该不会非常高 完全不用怕 除非 这不是水平高不高的问题 他合同上 没问题 我可以参加 说话的正是乔晶晶 灵姐一手捂住话筒 朝她刺牙咧嘴 哎 艾利克斯有点惊喜 哎 刚刚说话的是 灵姐这下骑虎难下 只能顺势把话说得漂亮些 啊 是晶晶 她特别支持你们游戏 那平时发广告发微博也很积极 你知道啊 我们可没拿你们多少袋原费啊 是是 当然当然 那 哎 她都说没问题了 我还能拦着 那我们商量一下具体细节吧 第三集 啊 好 十分钟后 灵姐挂断电话 表情一下子垮了 你 你这个水平怎么能去打现场 都找到说法了 发一些稿子带带节奏 就没事了呀 乔晶晶刚才一直在刷手机 被恶评激起了雄心万丈 我以前那是没好好玩 还有一个多月 我就不能练出来了 我就不信了 这比练出马甲线还难 深夜十二点多 乔晶晶微博回应了 其实这个战绩还算不错的了 我大号玩小乔更惨 所以见了个小号去青铜玩 以为能再青铜开锐 结果 大家都姓乔 为什么我就是玩不好他 群众有点懵 但是粉丝反应巨快 一颗好奇心首先回复 所以这是晶晶的小号 不会玩的英雄 见一个小号去练 以为能虐新手 去采造屠杀 让我笑三分钟 都看清楚 是小号练英雄 你所有英雄一上手就熟啊 那职业选手都不如你啊 KPL官方微博紧跟而上 今年的年度颁奖典礼上 王者荣耀代言人乔晶晶 将和幸运玩家们 进行一场娱乐赛 大家期待乔晶晶老师的小乔吗 那快来报名哦 乔晶晶微博立刻转发 说了不玩小乔 不带指定英雄的 本来路人群众 还有点将信将疑 官方微博这则消息一出 风向彻底逆转 不少路人恍然大悟 原来乔晶晶不是游戏玩的不好 而是小乔这个英雄玩的不好 这里面差别可大了 本来嘛 王者荣耀几十个英雄 就算是职业选手 也不可能每个英雄都玩得很好 更何况是普通玩家 灵姐一直紧盯着微博 发现她居然不需要 找人带节奏了 不少玩家自发的出来现身说法 我打野玩的可溜了 但是要我玩射手啊 那就是个渣啊 我王者二十一行 王者 我就想知道法师跟我有什么仇啊 永远说出超不够百分之十五 每次排位上来 先说不打中单 都是法师差别也很大的呀 小乔我也不行 活乎我就能carry全场 事情短暂的平息了下去 灵姐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扭头 却发现乔晶晶似乎在发呆 她伸手在她眼前挥了挥 哎 静静 静静 乔晶晶看向她 灵姐 我微信很少家不熟的人 灵姐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其实自己也气得不行 我去打听打听 是谁在背后这么阴 不用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怪不得被人抓住把柄 反正你别生气啊 气坏了也不值得 我才不气 等着我气死她吧 李岛那边你继续帮我争取 游戏帮我找个靠谱的人 带我练一下 这边的戏还有几天就拍完了 接下来一直到比赛前 除了已经安排好的 不要再给我安排工作了 我本来就要给你放半个月假 但是到比赛还有一个多月 你全部用来打游戏啊 灵姐想到损失的金额 心都痛了 哎呦 你一天多少钱啊 值不值啊 乔晶晶把手机递到灵姐面前 亮着的屏幕上 是她微博下的热门评论 粉丝们一吐之前的恶气 正兴高采烈地欢呼庆祝着 如果一个月后 她输了比赛 那被嘲笑的不仅仅是她 还有他们 灵姐叹了口气 明白了 行 我来安排 乔晶晶准备睡觉 明天还有一天的戏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要有最好的状态 灵姐也会自己的房间休息 不过走到门口 又犹豫着回头 哎 那个金金啊 嗯 虽然我也觉得 练游戏不比练马甲线呢 可是 你这也就瘦了几斤 也没练出马甲线啊 嗯 一旦做好决定 灵姐做事 就是雷厉风行 等乔晶晶在横店的戏杀青 团队立刻回到上海 开始王者特训 她准备得十分周全 新的账户 比赛专用手机 连教练都准备好了 正是她的老公 阿国 灵姐和她老公 是青梅竹马结的婚 本来阿国也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但是灵姐成天飞来飞去 顾不上孩子 阿国只好牺牲事业 回归家庭 多出来的时间 就打打游戏 段位还挺高的 是最强王者 我是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所以找阿国当你教练 你要是有她的水平 上去打 应该看得过去了 灵姐说着 推开工作室 小会议室的门 阿国已经在里面等着 看到他们进来 连忙站起来打招呼 以后就在这里练吧 小猪 你也跟着看看学学 回头兢兢会点了 再把丹丹叫上 她也玩这个游戏 这样加上我 我们五个人 正好组一个队伍 陪练 灵姐交代好 就去忙工作了 阿国开始 给乔晶晶和小猪上课 一上来 先给了一颗定心丸 这个游戏其实不难 一个多月里 专心练几个英雄 肯定能练好 不然玩家 还不都跑光了 乔晶晶听着很振奋 那 我先给你们讲 一些基本的东西 阿国打开了游戏界面 匹配和排位知道吧 匹配就是大家随便一点玩 但是如果要有段位 就必须通过排位赛 一颗星一颗星的升上去 这个当然知道 乔晶晶点点头 匹配有1v1 3v3 5v5 不过大多玩的都是5v5 排位就只有5v5了 钻石以下的排位和匹配差不多 随便拿英雄 当然不能和队友重复啊 到了钻石以上 段位呢 会变成征招模式 区别就是征招模式 开始可以禁止到两个英雄 然后两边一次轮流拿英雄 对方拿过的你就不能拿了 回头你去比赛 肯定也是这个模式 职业赛事先进三个英雄 你那个娱乐赛估计也是 阿国喝了口水 但不管模式怎么变 用的都是这张王者峡谷地图 阿国点开训练营 给两个人看地图 金金你也是玩过的 看这个地图 分上中下三路 常规打法呢 一般就是法师走中路 射手带着辅助走下路 战士坦克去上路 打野就在野区清理野怪 乔晶晶毕竟代言了这个游戏 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了解的 不过他也没打断阿国 继续听他说下去 阿灵跟我说了游戏方的意思 他们是要从报名的玩家当中 随机抽出五个人 加上金金一共六个人 分成两队 这样呢就是一边三个人 然后每个队伍可以自由挑选 两名职业选手 组成五人队伍进行比赛 不管玩家多强 都强不过职业选手 两名职业选手肯定要拿C位 所以金金练好辅助或者坦克就行 乔晶晶举手发问 C位我懂 游戏里也有C位 游戏里通常有五个位置 打野 中单 射手 编路 辅助 前三个位置都算C位 C位惯了得乔晶晶 我不能打 阿国没想到 自己的学生游戏还没学 却已经成了C位狗 一言难尽地看了乔晶晶一眼 你想赢吗 乔晶晶点头 阿国非常权威地说 那你打辅助 阿国接着又把常用英雄打的位置 和技能什么的介绍了一遍 下结论 各种英雄里面 辅助相对简单一些 也不容易背锅 金金你先练向张飞吧 这个英雄技能挺简单的 主要是用二技能给队友加护盾 大招三技能吹飞地方 嗯 乔晶晶信心十足地点头 账号上已经买好了所有英雄 乔晶晶拿着新手机进入游戏 选好的张飞 跟在阿国的射手后面 阿国点头 对 张飞主要就是跟着射手 哦 他边打边跟他讲解 二技能跟我加护盾 那个技能却放我身上 对 很快 两人都顺利地升到了四级 王者荣耀里面 英雄四级就有大招了 你看见你头上有个红色线条了吗 这个线条满了 张飞的大招就能用 阿国一边追击对方残血上单 一边教乔晶晶 乔晶晶答应着 然后点了一下 哦 屏幕上的张飞 突然膨胀变大 一声怒吼 吹飞了对方上单 还剩下一丝残血的敌人 好像呆了一下 然后飞奔着 逃回了自家塔下 阿国也是呆了 他本来快死了 你把他吹跑干嘛 我 我就点下看看 不要随便用大招 哦 又过了一会儿 这个时候用大招把他吹飞了 等一下 我才险你边吹的 到我身上 最凶残的野兽 说完最后四个字的时候 阿国已经挂了 如此三盘后 阿国擦擦汗 这个英雄大概不适合你 我们换个英雄试试 孙并吧 孙并也挺常用的 又三盘后 试试牛魔 醒后 哦 很好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主意 为所发育 别浪 很好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主意 第四集 一连刻苦了两天 把所有常用的辅助英雄都试了一遍 乔经经还好 阿国却感觉 自己已经气血两亏了 起码蔡文姬和庄周 还可以吧 阿国勉强振奋精神 高端局虽然不常用 但是抽到的玩家 也不一定个个都是王者 这样 明天先休息一天 我回去重新琢磨一下 怎么教你 明天要拍广告 本来也练不了 灵姐推门进来 今天先到这儿吧 晶晶 你早点回去睡觉 嗯 我晚上拿自己的手机练练 我觉得这个新手机手感不好 灵姐吓了一跳 可别 再被人录了就麻烦了 乔经经玩了两天游戏 英雄没学好 对游戏的一些细枝末节 倒是很熟悉了 鄙视地瞥了他一眼 一 游戏可以设置禁止观战 二 我不会用小号吗 晚上九点不到 乔经经就洗树好爬上床 坐在床上 开始建新的小号 拿什么注册呢 乔经经想了一下 找出了一个比较少用的QQ号 先登陆QQ 然后关联进入了游戏 他这个QQ号叫手可摘星辰 在游戏里试了一下 果然已经被人注册了 于是他随手敲了个差不多的ID 手可摘棉花 这么奇怪 果然没人注册 顺利通过 新账号一进去 是漫长的新手训练 而且还不能跳过 乔经经耐着性子点了半天 才进入正常界面 正要戳进对战模式 手指却突然顿住了 他的目光 落在了界面最左边的 好友排行榜上 那里居然已经有了一个头像 这个头像如此的似曾相识 是一片无穷无尽的星空 他迟疑地点开 就看见了那个人的ID 玉兔倒药 括号 于途 于途 乔经经这才恍然地想起来 最初的最初 他见这个小号的目的 就是为了于途 不过乔经经现在 也没什么心情 去回味遥远的少女心思 赶紧点进对战 开始练起来 对战模式里 有真实玩家和实战匹配 也有和电脑的人机练习 不过他一个人没勇气 去跟真人实战 便戳了人机模式 开始练蔡文基 等一局结束退出后 游戏里 突然弹出来了一个邀请框 玉兔倒药 来自QQ好友 永恒钻十三 邀请您组队匹配 五位五 王者峡谷 接受 或者拒绝 于途 居然拉了他 乔经经一阵之下 梅一阳点了进去 结果他进了房间 迎接他的 却是一连传问号 要开学了好慌问道 于途 你拉的 这谁啊 玉兔倒药回复 点错了 QQ上的 要开学了好慌 新手 段位都没有 王者荣耀要有六个英雄 才能开启排位赛 才会显示 为最低段位青铜三 乔经经小号才开 当然没有段位 乔经经捏着手机 一言不发 心里还挺爽 哼 于途你十年之后 还能给我找麻烦 待会儿坑你一下 实在不愿 史莱姆包在宫屏上回答 开吧 龙王2001 也跟着回答 开 战斗开始 乔经经选了蔡文姬 这两天 他被灌输了不少常识 蔡文姬要跟着射手这点 他还是懂的 于途正好就是射手 于是罗里音的蔡文姬 就晃晃悠悠地 跟在了玉兔倒药的后面 非常悠闲的 坑爹的 有技能就按技能 没技能就光龙就义 完全不讲策略 没有意识 更没有走位 乔经经觉得 于途肯定要被他坑死了 所以 当他虽然死了七八次 居然人生第一次十分钟 就供入了敌方水晶的时候 乔经经如梦似幻 风中凌乱 巨大的喜悦 冲走了他的理智和矜持 他赶在这局结束前 赶紧输了两个字 乔代 后面再加一万个感叹号 大概是 他的感叹号起了作用 下一盘 于途没再邀请他 那个要开学了好荒 去邀请了他 乔经经继续用蔡文姬 这次射手去换了个人 正是要开学了好荒 打了没一会儿 要开学了好荒 就被对面杀了 送出了一血 等到再送出二血 要开学了好荒 就忍不住了 我去 蔡文姬 乔经经有点酒 坑于途毫无负担 但坑别人会有啊 于是他在公屏上打字回复 我不太会玩 才玩 开学了好荒 在公屏上打字回复 开语音 听我指挥 之前阿国都是现场教学 所以从来没开过语音 乔经经还是第一次 点开左上角那个小喇叭 和小话筒 一点开 就听见那边传来一个 有点粗犷的声音 我总算知道 于途这个万年射手狗 为什么这次居然去打中单了 你这蔡文姬有点坑啊 乔经经还来不及郁闷 一个久违的声音 就在笔端响起了 你想多了 我只是给你示范一下 正确的诸葛梁玩法 低沉的声音 略略带着点调侃的意味 乔经经有一瞬间的失神 恰在此时 对方打野孙悟空 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一棍子就把停在路中央的蔡文姬 敲掉了半弯性 对方中单高剑离 也紧跟其后逼近 开大进场 蔡文姬瞬间被灭 好慌哇哇大叫着逃命 我去八万个人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对方三人的围攻下 脆皮射手 刷刷两下就挂掉了 中单诸葛亮玉兔倒药 原本去上路支援了 到下路就晚了一步 自己也陷入了 对方三人的包围圈 这时对方打野 虽然已经残血 但是法师和上单 却仍有一半血 乔晶晶躺在地上 以为诸葛亮也要挂了 谁知道诸葛亮一个走位 刁钻的大招 直接就收割了打野的人头 紧接着 带着五层被动 冲脸灭了高剑离 二连击破 不过此时他自己 也被打成了死血 闪现逃生 对方上单当然不肯放过 紧追不放 谁知道诸葛亮此时 却回升二技能走位 紧接一技能后 又是一个大招 收了上单的人头 三连绝胜 这一连串操作 不过十几秒时间 乔晶晶看得眼花缭乱 目瞪口呆 要开学了好慌郁闷地喊 于途你个人头狗 一直没说话的另外两人 也出了声 史莱姆报道 于途你诸葛亮不错呀 怎么没见你玩过 龙王2001 翟亮每次都像法师 轮不到他吧 游戏里传来了于途 有点低沉的笑声 声音特别清晰地说 常规操作 乔晶晶觉得 胸腔好像和他的声音 共振了一下 要开学了好慌道 呸 不装你会死啊 三文剑 待会儿你站在小丛里面 帮我开视野啊 乔晶晶还沉浸在 刚刚于途的霸气三沙里 下意识地问 哪个草丛 游戏里顿时安静了一下 乔晶晶也愣了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 刚刚没考虑到的问题 于途 不会认出他的声音吧 第五集 要开学了好慌震惊地问 妹子 这没啥好奇怪的吧 这个游戏不是有 百分之四十的玩家 是妹子吗 虽然乔晶晶游戏玩得不好 代言的其他方面 可禁止了 被过很多资料的 可是你是妹子绝缘体 于途拿来的 哎 于途 你真不认识这妹子 哼 不是QQ上的吗 于途没说话 刚还在琢磨 妹子绝缘体是什么鬼的 乔晶晶 却是一阵紧张 热切盼望于途 可千万别记得 他是他的同班同学 当然有他的QQ号 但那会儿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心思 却专门注册了个小号去加他 结果加了两次都没通过 带美女头像 括号 不是他的头像都不行 他无聊之下 拿于途的QQ去百度 却无意中发现 于途在一个航天爱好者论坛里 留了QQ号 乔晶晶灵光一闪 用航天论坛网友的名义 加于途 果然通过了 然而他毕竟对此一窍不通 加了于途之后 才说过一两回话 大概就被看穿了 啥也不懂的真面目 于途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他了 于途高中的时候 真的是有点傲的 乔晶晶生怕于途回想起来 连忙乱打一下 我以前随便加的吧 那个是上面那个草丛吗 我站在草丛里做什么 好欢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对 就上面那个 你看好对方有没有过来包我们 有的话你就发信号 好 蔡文姬缓慢地移动到了草丛 然后后知后觉地想起 于途 果然没认出他的声音 乔晶晶放心之余 心里居然有点失落 紧接着又鄙视了一下自己的失落 内心细一波三折 十分丰富 战士也比较无聊 他忍不住拉了一下地图 看下于途在干什么 结果 就那么开小差的几秒功夫 又被猥琐的对方打野打死了 对方上单立刻冲上来配合打野 又把好慌灭了一回 好慌躺在地上 气息虚弱地说 蔡文姬 你还是跟着法师吧 我单独发育一下 说着喊了一声 于途 谁拉的谁负责啊 于途悠闲地回答 可以啊 你这么扎的射手 本来也不值得保护 操 乔晶晶被射手赶走了 只好郁闷地跑到了诸葛亮身边 诸葛亮是一个很灵活的英雄 本身二技能就带三段位移 于途操作起来 又飘忽不定很 所以蔡文姬其实很难跟上他 不过于途对他倒是没什么要求 全程没对他说什么话 这一盘又赢了 乔晶晶翻看了一下最后的数据 于途的诸葛亮 居然拿了二十一个人头 而他的蔡文姬 居然成绩也不算太差 乔晶晶美滋滋地看了一下自己的成绩 有点小激动 简直想发个截图给灵姐 忍来忍去 还是发过去了 惹来灵姐一声怒吼 乔晶晶 你明天要拍广告 这么晚不睡 不要脸了 乔晶晶敷衍地回了一个 睡了睡了 就关掉了微信 回到了游戏界面 等着他们再来拉自己 结果好半天都没谈出邀请 去好友栏看了一下 于途已经下线了 这么早睡觉 乔晶晶意犹未尽地 加了其他三个队友好友 遗憾地收起了手机睡觉 结果完全没有睡意 过了一会儿又打开游戏 给自己的新账号充值 打算这个账号上 也把所有的英雄和皮肤都买齐了 结果一看充值页面 居然一次只能充六百四十八 这是什么鬼设定 充了两次 土豪精就不耐烦了 第二天一早 小猪一来 乔晶晶就把自己的手机塞给他 帮我游戏充值 啊 哦 充多少 六百四十八那个 就充一百个吧 呃 挖得掉吗 然后帮我把所有的英雄和名文都买了 所有的皮肤都买了 算了 只买好看的 于是 等晚上拍完广告回家 乔晶晶再次登陆游戏的时候 她已经金光闪闪 鸟枪换炮了 一上线 要开学了好慌就发来了组队邀请 乔晶晶对这个邀请毫不意外 因为她下午在检阅自己的皮肤的时候 发现她们三个已经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 灵光一闪 就给她们每个人送了两个皮肤 都是她们昨天玩过的角色 乔晶晶注意到 她们当时都没有穿皮肤的 这样一来 她们怎么也不好意思不带她一起玩了吧 果然 这不邀请已经来了 手可摘棉花 进入房间 昨天那四个人都在 要开学了好慌 妹子 你送了我两个皮肤 龙王2001 嗯 我也收到了 史莱姆包 Me too 手可摘棉花回复 大神们求带 乔晶晶晶毫无压力地演着可爱萌新的角色 只有于途没有说话 乔晶晶暗笑 要开学了好慌 感动地点了开始游戏 进入王者峡谷 好慌才注意到 于途还是没有皮肤的诸葛亮 不由开了语音 于途 你没穿妹子送的皮肤啊 我没有 乔晶晶使劲憋着笑 好扮伤 用了全身的演技 才可怜巴巴地说 要给于途大神送的时候 发现没钱了 游戏里沉默了一下 紧接着传来一阵大笑 于途你也有被妹子排在最后的时候啊 好慌畅快地大笑几声 结果很快一声怒吼 于途你卖我 伴随着系统语音提示 和于途导要一起去 对方野区反蓝的好慌 被对方花木兰杀死了 光荣地送出了衣血 拿了对方蓝就跑的于途 慢悠悠地说 合理撤退 说完还要再插一刀 放心 蓝我拿到了 这波不亏 真的 有点欠揍 乔晶晶突然想起高中的时候 于途总是被一群男生围着 在人群中谈笑风生 神采飞扬 他总是最厉害的 成绩是 篮球也是 没想到游戏也是 不过 说不上也有哪里不同 好像 话少了点 总是好慌先去聊他 他才会开口 甚至有时候笑起来 也会带一丝丝沉郁的感觉 乔晶晶到底是演员 对这些微妙的情绪 有一种职业的敏感 难道是因为年纪大了成文了 不对 他研究他干嘛 乔晶晶联盟丢开这些 突然冒出来的想法 认真地打他的蔡文基 乔晶晶努力地玩了两局蔡文基 感觉自己进步飞速 死亡次数少了很多 于是大胆地尝试了一局孙并 开战之前 还特别心虚地说明了一下 他不太会玩 结果 居然也赢了 虽然他丢大招好几次 都扔到了荒郊以外的无人区 乔晶晶正打算 再来练一局孙并 好慌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妹子 我们想去打个牌位 明天来带你匹配怎么样 最近我们几个都挺闲的 乔晶晶一愣 啊 不能带我吗 问完就知道自己傻了 他这个小号才玩了几局啊 连牌位赛都没开呢 人家都钻石新药了 段位差这么多 当然没法带 王者荣耀里面要五牌的话 最多只能相差两个段位 没法带啊 好慌更不好意思了 拿了人家两个皮肤呢 你们去吧 于途突然开口 我对牌位没兴趣 说完这句话 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游戏里 一局游戏结束后 队友们就无法再语音了 乔晶晶正弃脑被抛弃了 屏幕上却弹出了一个邀请框 玉兔倒药 来自QQ好友 钻石三 邀请您组队匹配 五位五 王者峡谷 接受 或者拒绝 乔晶晶有点懵 这 难道他是要 单独带他 可他没送他皮肤啊 但乔晶晶毫不犹豫地戳了同意 果然队伍里只有他和于途两个 于途直接就点了开始游戏 第六集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 所以就匹配了三个陌生的路人 乔晶晶想了想 再次选择了孙宾 孙宾这个英雄比起蔡文姬难度高了点 更需要一些意识 尤其是沉默大招放的位置和时间 前半段还好 于途仍旧打中单诸葛亮 时不时支援上下线 我方占据优势 到了团战 乔晶晶就有点跟不上了 射手死了两回后 开始喷 天涯括号孙上香 在公屏上打字 孙宾你是不是傻缺 脏话被系统屏蔽了 乔晶晶一蒙 正打算骂回去 你才傻三个字还没打完 就见聊天栏那边 于途回应了 于途倒要 括号诸葛亮 再啰嗦 我们一起挂机 天涯括号孙上香 你们一起的 行吗 你们正负抵消了 乔晶晶觉得 这射手是不是有点怂 过了一会儿 那个射手忍不住又说话了 我说 你带没干嘛不打射手 自己带啊 于途没再搭理他 这一盘他们还是赢了 下一盘一开始 于途瞄选了射手 乔晶晶愣愣地看着 瞄选孙上香 并锁定的于途倒要 怎么办 心里 心里居然有点甜 乔晶晶轻轻拍了一下脸 淡定淡定 她堂堂一个微博拥有几千万粉丝的大明星 几十上百万的礼物 都心如止水地退掉过 人家拿了一个射手带她 她就荡漾起来 像什么样啊 乔晶晶一边唾弃自己 一边飞快地选了孙斌 跟在于途后面 生怕别人抢了她的辅助位 后面又打了几局 于途选的都是射手 无论她多坑 最后都赢了 而且把把都是于途MVP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晶晶一边揉着自己酸疼的手指 一边辗转反侧 喂 乔晶晶 你有没有搞错 你已经快三十了 还会因为看见别人玩游戏这么厉害就 就这么欣赏 她说不定都已经凸了 说不定已经胖的形都没了 你在这里激动个什么劲啊 不过 她游戏玩得真帅啊 乔晶晶有点睡不着了 脑海里还闪着 玉兔倒要各种纵横峡谷的身影 乔晶晶呼地从床上坐起来 从被窝里抓住手机 开始看她落下来的机场比赛 我是为了学习 乔晶晶一边默念着 一边点开了鱼图视角 然后就看着峡谷里那个身影 满场飞走 秀了敌方我方一脸二脸三脸四脸 睡着的时候 乔晶晶手里还抓着亮着的手机 里面传来喷塌Cue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 乔晶晶每天都过得美滋滋的 不用敢通告 没有戏要拍 舆论很平静 白天跟着阿国打打游戏 晚上抱住于途他们的大腿 只要偶尔拍个广告 出席点活动就行 当然 他更喜欢跟于途他们玩 毕竟赢得多 阿国现在也很有劲头 虽然乔晶晶这个学生 游戏天赋一般 但是他自信呢 每天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 承受几次失败 只要回去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就仍然能够精神饱满 信心十足地继续打下去 要不怎么说明星也不是人人能当的呢 看看这份坚韧 只是 他回去的时间越来越早了 是怎么回事 这天 乔晶晶又五点钟就说要回家了 理由是 要回家练一下马甲线 其实是他刚刚偷偷登录了一下小号 发现于途和史莱姆包在打游戏 打算回去跟他们玩 至于为啥不告诉灵姐他们 绝世高手 当然要突然练成才有趣啊 结果等他回到了家 于途却已经下线了 乔晶晶郁闷地切了一盘水果当晚餐 生无可恋地吃着 佩佩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她的声音有点小兴奋 晶晶 我们高中班级群里有人发那个造谣的帖子了 大家正在骂那个造谣的人呢 然后你猜怎么着 乔晶晶有点心不在焉 怎么 于途出来说话了 乔晶晶一正 佩佩唧里呱啦地说道 其实除了骂造谣的也有几个说酸话的 结果于途出来一说话啊 他们立刻被打脸不支声了 乔晶晶定神 把他的画截图给我看看 很快 佩佩就发来一张截图过来了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如果有谁还和乔晶晶有联系 带我说一声抱歉 如果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我会配合 乔晶晶盯着图片看了好半天 向我道歉 她有什么错需要道歉 还配合解释 能怎么配合啊 难道我也要发过公告吗 真是一点都不懂娱乐圈 嗯 真心要道歉的话 还不如好好带我打游戏 跑到圈里聊什么天 乔晶晶把于途那两句话 反复地看了两遍 迅速地把水果吃完 然后戳进游戏里 十分大方地送了于途两个皮肤 城市已经彻底被夜色笼罩 于途关了微信界面 有些烦闷 从茶几上拿了一根宅亮的烟 走到阳台 淡淡的烟草味中 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宅亮拿着罐啤酒 走到她身旁 怎么 又被劝了 不是 高中群里的事 于途不想多说 草草带过 还以为你同事来劝你回去呢 倒是有以前辞职的同事 让我下定决心出来 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年薪百万和二十来万 还累死累活的 很难选吗 哪来的年薪百万啊 怎么没有啊 你本科毕业那会儿 拿的那几个offer 随便哪个做到现在也年薪几百万了吧 傻兮兮的读什么航天方向的研究生博士 你天天加班也就拿个二十出头 功课个难题给五千块 你就不觉得对不起你的智商吗 最起码 最起码那样 你和夏晴不会分手吧 陈年往事就不要提了 我 我看你早晚后悔 你以后去哪儿找这么聪明漂亮的老婆 总之比你好找 你 我呸 你还不是靠脸 过了一会儿 翟亮又开口 理想和情怀不能当饭吃的 夏定决心就出来吧 你都三十了 还要我说这个吗 又不幼稚 我答应我老师考虑一个月 院士套路也这么深 我还以为都是老技术宅呢 我跟你思想绝物不一样啊 老子这么辛苦才念出来 一定要去赚最多的钱 过最好的日子 现在的社会 明星演演戏唱个歌 几千万 出个鬼 怀个怨都能上头条 你们把火箭卫星送上天 你去问问 谁知道你们的名字 谁知道你们一年才赚那么点钱呀 于途静静地抽着烟 你最近 算不算是人生中最颓废的日子 每天窝在家里打游戏 其实你可以去北京逛逛嘛 见见老同学什么的 我可听说了啊 夏晴也还单着呢 说不定你现在去啊 还能再去钱园什么的 他说着说着 像是发现了什么 有点兴奋 我说 你都单了那么多年了 是不是心里还 不是 于途打断了他 翟亮黑了一声 嘿 搞不懂你 翟亮一口气 把酒都喝了 拍拍肩膀 放于途一个人待着 于途抽完烟回到客厅 闭目靠在沙发上 他想起那天他去辞职 老师惊诧痛心的眼神 最后说 这些年 你也很累 假期一天都没休 把这些假都休了再说吧 这一个多月 你好好考虑 如果那时候还想离开 我同意 其实哪儿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各种得失 他早就清楚 不过是要一个抉择 而他 现在不想去想 他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 点进了游戏 第七集 线上一直没有人 乔晶晶百无聊赖地 玩了一局一对一人机 一对一人机 当然不能选辅助英雄 他选了于途 常玩的诸葛亮 结果差点被电脑虐了 这英雄简直难玩死了 于途到底是怎么在人群中 杀尽又杀出的 和电脑生死之战了好一会儿 乔晶晶结束了游戏 退出了这一局 再看好友兰 于途已经上线了 他应该看见 他送的礼物了吧 作为一个矜持骄傲的女明星 乔晶晶耐心地 等着于途拉他游戏 结果好一会儿 都没反应 乔晶晶正怀疑 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 手机上方 却跳出QQ信息提示框 不用送我皮肤 乔晶晶正了一下 才点开QQ 他没想到于途 会在QQ上和他说话 于途那句话 固灵灵地显示在 对话框的左上方 乔晶晶看着 突然有点失神 好像好久好久以前 那个才十几岁的他 每天都盼望着 这个对话框里 会出现这样一句 他先开始的话 没想到实现这个愿望 居然是十年之后了 雾飞人也飞 乔晶晶为昔日的少女心事 笑着摇了摇头 但一时却不知道 回复什么了 他放下手机 去跑步机上跑了一会儿 中途接到灵姐的电话 告知他明天 他们全家亲子活动 他不用去工作室训练了 挂了电话 乔晶晶握着手机 不知怎么的 一个大胆的想法 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来不及思索 打开QQ敲出去一行字 我能不能请你 当我的教练 于途直接敲了一个问号过来 乔晶晶捧着手机 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神来之笔十分正确 他现在也发现了 于途虽然是钻石 但比灵姐家的阿国水平高多了 跟着他打 也比跟着阿国打进步更快 如果他也能像阿国那样 专门教他 那他肯定进步神速啊 但是怎么说服于途 当他这个陌生人的教练呢 于途这种 当年连他都能拒绝的男人 实在很难搞啊 乔晶晶也不着急回答他 抓着手机 在客厅里转悠了两圈 然后打电话给小猪 小猪 你让丹丹立刻帮我做个图 内容就是一家单位 要组织一场王者荣耀的员工比赛 单位随便编一个 高大上一点 一看就很潮的那种 十分钟给我 小猪觉得自家艺人最近的要求都十分诡异 但还是尽职地去办了 十分钟后 乔晶晶把单单十万火急赶出来的图 发给了于途 我们单位要组织王者荣耀的比赛 我想赢他好看一点 对我以后工作有帮助 难道你们单位不举办活动 朗读比赛算不算 乔晶晶都好奇了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大学他读的不是金融吗 那些投行什么的不是很时髦吗 搞朗读比赛 不过现在不是满足好奇心的时候 我报了名了 但是其实我根本不会玩 又不能让单位同事发现我根本不会 我觉得你还是找别人更好 我随时可能会不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 于途心里有些烦躁 居然跟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家的网友聊那么久 但是出于礼貌还是解释了一下 最近在休假 随时都可能结束假期 而且 其实我也才玩了没多久 没多久就这么厉害 乔晶晶更激动了 那是不是说明 他也有指望这么牛 说起来当年他的成绩 虽然没有于途好 但是后来努力一下 也到了第二梯队的 乔晶晶眼珠子转了转 那我们平时打的时候 你能多指点我一下吗 比如告诉我哪里不对啊 应该怎么做 这样可以吗 哪天你不打了 我再去找别人 于途大神 拜托了 补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助阵 过了好一会儿 于途才回答 嗯 可以 乔晶晶以我拳 OK了 慢慢来 答应了第一步 第二步 还会远吗 等等 他的第二步是什么 不过乔晶晶下意识地 跳过了这个问题 笑咪咪地打字 那让我们立刻开始吧 不等于途回答 乔晶晶直接切换到了游戏界面 然后直接把邀请 发到了QQ里 于途看着QQ对话框里 跳出来的链接 路由得有点恍惚 他好像明明拒绝了它 怎么现在 却有种答应了的感觉 两人匹配了三个路人 开始了战斗 在选择英雄的界面 乔晶晶依旧选了蔡文基 结果队友居然又选了牛魔和大乔 这样辅助就太多了 于途直接敲字 你用王昭君 乔晶晶从来没有用过王昭君 倒是见对手用过 好像挺厉害的 反正有于途在 他是无所畏惧的 于是选定了王昭君 十八分钟后 他光荣地奉上了 零杠八的战绩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 杀了他三四回的对方中单 还给他点了个赞 乔晶晶感觉受到了羞辱 他气愤地回到QQ说话 对方中单居然给我点了个赞 稍等 一会儿他发了个游戏邀请过来 乔晶晶点进去 看见了熟悉的队友 好慌他们 手可摘棉花问 我还是用王昭君 因为没有路人在 于途就开了语音 你们单位比赛的话 大概率是征兆模式 蔡文基很可能被禁 而且这个英雄带不起节奏 逆风没有什么用 新手用王昭君还不错 乔晶晶也开了语音 可是我不会啊 他技能挺简单 一技能伤害加减速 二技能冰冻 三技能下雨 连招一二三 召唤师技能你改成闪现 乔晶晶连忙改了一下 好慌插口 等一下等一下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什么单位比赛 选英雄的时间已到 进入游戏后 乔晶晶回答他 是我们单位组织王者荣耀比赛 所以我请御图大神教我一下 好慌发了一连串意味不明的字符 史莱姆包说 御图教人还是可以的 翟亮就是成果 开始他活武炸成啥样啊 好慌不服气 我就看了一回 学习了一下执法 后面都是靠我自己意识好好吧 还有执法 乔晶晶好学的问 王昭君有什么执法吗 2001说 不存在吧 听起来好像这个英雄很简单啊 这句表现 乔晶晶稍微好了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后是2-7-2的成绩 于途到最后才提醒了几句 二级能注意预判 开大的时候可以用闪线调整位置 刺客打你的时候 你在自己的脚下放2级能 乔晶晶联盟记住了 接着又用王昭君打了三局 渐渐找到了玩这个英雄的乐趣 有时候运气好 冻住脆皮开个大 还是比玩蔡文姬更有成就感的 第五局 他又拿了王昭君 结果独条的时候 他发现对方队伍里 居然也有一个王昭君 在这个游戏里撞英雄 对乔晶晶来说 简直比走红毯撞山还恐怖 撞山一般他都能赢 反正是别人尴尬 游戏里肯定尴尬的是他呀 乔晶晶分外的紧张 导致这一局打得还不如之前 被对方王昭君动来动去 死得十分凄美 一局结束后 于途是胜方MVP 对方王昭君是败方MVP 乔晶晶想了想 郁闷地把这一局的视频 保存了下来 第八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晶晶把第五局的视频 拿出来看 用的是对方王昭君的视角 看他怎么钻草丛阴人 团战中怎么占位 感觉颇有收获 当然 他得努力忘记 那个笨拙的猪对手 是他自己 唉 没想到当年 他学演戏要反复地 观摩前辈的视频 打游戏居然也要看 上天造物的时候 一定是给他的美貌值太高了 于是各种天赋点 只能省一点了吧 乔晶晶颇为有逻辑地联系着自己 第五局的视频看了两遍 他还是没什么睡意 于是又随意点了前几天 和于途组队的一场匹配看 切了于途的视角 于途用的是诸葛亮 一贯地秀天秀地 开局八分钟的时候 撕血的诸葛亮 被对方三分之一血的射手追杀 连续交技能和闪现逃生 对方射手见他已经跑了 便安心地在自家野区打野 谁知道诸葛亮 却悄悄地折了回来 躲在了旁边的草丛里 在射手路过的时候 一个异技能家大招 直接收割了人头 乔晶晶想起那会儿 对方射手暴跳如雷 连骂诸葛亮太阴 不由若有所思 很快他便得出了结论 嗯 我也要阴一点 他之所以一直打不过别人 就是因为太正直了 打游戏这事 其实也是需要顿悟的 乔晶晶突然就领会了 要猥琐的真谛 水平就飞速地上升了一截 再刚好慌他们打的时候 终于不那么严重地拖后腿了 有一次运气极好的 动住三个残形 紧张地赶紧开大 居然拿到了人生中 第一个三连决胜 好慌他们给他打六了六 足足赞美了一波 乔晶晶也很得意 把视频录下来自我欣赏 然而夜深人静 一个人复盘的时候 却发现他三杀的时候 于途就在旁边 站着没打 这个三杀 居然是于途让的 他有些郁闷地打开QQ 趴在床上打字 我三杀那会儿 你故意让我打 没想到于途居然在线 过了几分钟回复他 我的经济足够 你拿人头比较合适 乔晶晶捧着脸 顺手改了个ID 也等着过了几分钟 才回复过去 谢谢 当灵姐想起自家一人 居然已经连续好几天 请假不去工作室后 直接就杀上他家去了 开了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到王者荣耀的音效 从乔晶晶手上的手机里 传出来 这 好像没在偷懒 乔晶晶头也不抬的 回头往屋里走 灵姐赶紧追上去 然后就眼睁睁看着乔晶晶 用王昭君拿了个MVP 战绩八杀三死 简直目瞪口呆 你这是人机 你猜人机 乔晶晶白了他一眼 单人排位好吗 自从三杀培养自信后 乔晶晶 就偷偷一个人去排位了 一开始很紧张 结果发现青铜什么的 很好打骂 灵姐这下真的惊了 不得了 居然有胆子 一个人去单排了 我已经黄金四了 都是单排上去的 喂 你这是吃什么药了 这么厉害 天赋 厉害厉害 阿国没教你这个吧 你自己练的 其实我找了一个游戏高手 让他带我的 我觉得他比阿国还要厉害很多 灵姐敬业的担心了一下 喂 他可靠不可靠 不会爆料吧 放心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网友 那怎么教啊 开语音啊 告诉我技能怎么用 怎么走位该干嘛 我去喝个水 沉迷游戏导致口干 乔晶晶把手机塞给了灵姐 就是我好友里的那个玉兔导药 你点头像可以看战记的 灵姐拿过手机 好奇地点开头像 看对战资料 一看之下 不由得有点折舌 胜率高就算了 全场最佳比例也是奇高 再看到常用的英雄里面 诸葛亮的胜率 居然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他服气了 是比我家阿国厉害 灵姐把手机还给他 放心的同时 又觉得遗憾 要是现实中 有这么可靠 有玩得好的人 直接面对面教你 更快吧 灵姐掩者无心 乔晶晶却是心中一动 于途 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人了 如果他直接教我 会是什么样子 说起来也是奇怪 都过去好几天了 他的假期好像还没结束 而且每天都在游戏里 假期有这么过的吗 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总感觉不太像金融圈的人啊 等灵姐走了 乔晶晶戳戳了一下 于途的QQ 兔神 你的假期就在家里打游戏啊 于途没有回复的 乔晶晶越想越好奇 等不及于途回答 又去戳了一下佩佩的微信 他问得很有技巧 佩佩 我们班有啥 现在工作很牛的同学吗 不就是你吗 我是说以前成绩特别好的那批 都在做什么 哦 他们啊 嗯 琪琪在一个图书公司当总编辑了 王江在一个五百强 当到副总的吧 嗯 还有呢 孙秀在市长秘书办公室 还有杜佳 好像在阿里 收入很高的 嗯 哦 对了对了 还有那个谁 三分钟后 于途呢 佩佩不知道去干嘛了 一直都不回复 乔晶晶简直恨不得穿过微信 把他揪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 佩佩才回复的 于途好像是在上海的航天所吧 航天 居然是航天 乔晶晶坐直了身体 急急地追问 可他大学读的不是金融吗 哦 你咋记得那么清楚啊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去航天了 你们这个干嘛 乔晶晶扔了手机 不打算再回他了 又过了几分钟 佩佩突然发了两张截图过来 上面是高中同学群里的一段对话 丁超群在群里碍到了于途 于途 上次买了你朋友圈发的你们所的空气净化器 忽然坏了 打维修电话打不通 你能不能帮忙问问啊 刚打通了 说要到明天晚上才能过来修 这孩子房间里用的 你能不能打个招呼提前一点 孩子本来感冒就咳嗽 李明在下面回复丁超群 于途还卖净化器 他们所研发的明用什么的吧 我想航天科技肯定流 也是没想到 于途回复了丁超群 便爱到了他 哪里坏了 启动不了 你家是不是在闽航这边 对 好 那我直接去帮你看看 乔晶晶十分仔细地 把对话看了一遍 然后谴责佩佩乱发图片 你发这个给我干嘛 昨天群里大 我刚想起来就给你看看呗 人家的确是搞航天的嘛 是啊 居然是航天 原来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乔晶晶想起那个 在航天论坛上 侃侃而谈的男孩子 少年时代的于途 突然在眼前 无比清晰起来 渐渐 又和游戏里那个 玉兔导药 融合在了一起 乔晶晶突然 升起无限的好奇 于途现在 会是什么样子了呢 如果有一天 他们在人群中偶然碰见 应该会很有趣吧 可惜他没法 随心所欲地到处溜达 所以大概也不会有任何的偶遇 窗外雾矮沉沉 高楼远眺 看不清这个城市的模样 乔晶晶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发了好一阵子呆 不知怎么的 突然心中一动 脑海中闪电一般 批过了一个想法 他抓过手机 有些兴奋的打字 佩佩 你把于途发的那个 净化器广告给我看看 第十四集 问了个傻问题 微微有点不好意思 反正想问的 也问得差不多了 干脆闭上嘴巴装隐形 默默地飞行了一段 奈何忽然开口 你退帮了 微微没料到 他会提起这个 略争了一下回答 你看到了 嗯 退掉了 也好 以后和我一起 虽然是打字聊天 听不见声音 看不到表情 可是微微莫名地就觉得 大神这两句话 很是轻描淡写 很随意 不知为何 他也心中一松 仿佛豁然开朗般 最后一次音译也散去 微微豪气顿声 好啊 我们一起浪迹江湖 做一对江湖野鸳鸯 他这话 是七分豪气三分打趣 不料奈何听了 却不满起来 野鸳鸯 我记得我们明媒 正举败过堂 微微迟缓地 打了个炯的表情 大神同学 你真没幽默感 奈何继续说 名分很重要 微微继续炯 好吧 大神同学 其实还是很有幽默感的 就是冷了点 载着他俩的神雕 飞过长安 飞向了城外的山山水水 微微望着画面上 浩渺苍茫的景色 心情越发地开阔起来 想到自己 刚刚居然为退帮的事 失落了好几分钟 不觉有点惭愧 为那种人那种事不开心 真是太不值得了 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 有那时间还不如跟着大神乱溜达 看看游戏里的风景呢 虽然是看惯的景色 可就算每天看 感觉也会不同吧 就像此刻 他就带着前所未有的心情 思绪飘散 渐渐地风景从眼中淡去 微微的目光凝聚在了自己身上 画面上 他和奈何正亲密地坐在大雕上 他依靠在他怀中 奈何揽着他 白雕 红影 白衣 正飞过千山目选 看起来竟真有几分神仙眷侣的味道 最后 微微的目光落在奈何前缀的称号上 卢尾微微的夫君 这是奈何近来一直用的称号 话说 他明明有个系统发的 风骚无比的称号叫 江湖第一高手 却从来没见他用过 奈何其实是不太喜欢用称号的人 可是 仿佛被什么东西驱使着 微微不由自主地打开了人物面板 动手把自己的称号改成了 因为不好意思而一直没用过的 一笑奈何的娘子 心中忽然就有些异样的甜蜜了 宿舍里 小林正在写论文 写一会儿看一眼微微 看了恩眼之后 终于忍不住担心的开口 微微啊 嗯 微微硬生看他 脸上又带着浅浅的笑容 小林看着他眼角眉梢 掩不住的笑意 更加担心了 你会不会在游戏上 那个 微微只当他要劝诫他少玩游戏 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 说 放心了 我不会耽误考试的 论文我也写好了 小林郁闷了 谁担心他的考试了 谁担心他的论文了 他担心的是 小林看向微微 昏黄的灯光下 微微原本就盛极的容貌 愈发显得明艳照人 可是这样一个大大大美女 却对着一台电脑 笑得春暖花开 春光灿烂的 小林在心里叹息 微微啊微微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像在 网恋吗 所谓冤家路窄 大概就是说 现在这种情况吧 微微看着对面 他和奈何积分赛第一场比赛的对手 忍不住黑线又黑线 这周五 拖了很久的夫妻PK大赛 终于正式开赛了 首先是积分赛 为期半个月的积分赛 不开放观战 对手由系统随积分配 参赛夫妻组队点击NPC 会被传送到一个单独的叫场 到了叫场才会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微微和奈何 在愚公他们的欢送下 点击NPC进入了叫场 一进场 微微就囧了 叫场那边站着的人 居然是真水无香 和小雨夭夭 参赛者进入叫场后 并不会立刻开始PK 系统设置了三分钟的备战时间 奈何看了一眼对手 随意地说 一会儿我先解决小雨夭夭 微微马上领会了大神的战略 小雨夭夭实力最弱 而且职业是医生 对上奈何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奈何先解决了她 然后和微微一起解决真水无香 这样是最快的打法 不过这样的话 奈何就等于杀了小雨夭夭 小雨家族的人会不会又借题发挥 去世界上说奈何欺负弱女死啊 虽然不可思议 可他们要是真说出这样的话来 微微真的一点都不会惊奇 因为就在前天 小雨轻轻就是这么在世界上哭诉的 一想起前天那件事 微微就炯炯有神 内脚一个峰回路转 一波三折高潮迭起啊 那还是上次抢boss事件的后遗症了 微微退帮前 虽然撂下话说要抢小雨轻轻的boss 但是小雨轻轻显然还没有重要到 让她专门花时间去赌 微微本来打算什么时候碰见 顺便就抢一下的 不过前天和奈何一起做任务的时候 奈何却忽然扔下做了一半的任务 带着她飞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小雨轻轻正带着人在杀boss 然后理所当然的 微微同学就抢了她游戏生涯中的第一个boss 还人品爆发地得了一个最近有价无事的材料 寒冰之雨 上系统公告风光了一回 这下小雨轻轻不干了 原来上次鱼工杀到的装备倒不是小雨轻轻要的东西 她要的就是这个boss偶尔才会爆出来的寒冰之雨 这是系统最近新投放的材料 和其他一些昂贵的材料一起 可以制作很牛逼的新武器 小雨轻轻眼见寒冰之雨落入微微的手中 怎会善罢甘休 当即就跑到世界上去装委屈 说一笑奈何和卢伟微微欺负他们几个弱女子 又哭诉自己是为了寒冰之雨才去杀boss的 她要做的武器就差寒冰之雨这个材料了 收其他材料费了很多钱 结果寒冰之雨却被卢伟微微抢了 那些高价收来的材料都变成了垃圾 她是有备而来 好几个人跟她一唱一和 世界频道上便有人被她蛊惑 指责起微微来 小雨轻轻的帮凶们就趁势要求微微归还寒冰之雨 小雨夭夭竟然也出现了 她倒是没指责微微 温温柔柔地说了几句话 说是几天前大家言语上发生了一点误会 但是卢伟微微今天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呢 冤家已解不易解 希望卢伟不要穷追不舍云云 第一美女的魅力自然是巨大的 此言一出印者如云 珍水无香紧跟其后 表示怨出高价买微微手中的寒冰之雨 微微看得好笑 小雨夭夭这句话看似是在做何事老 其实是断她后路 此番就算她说出前因后果 恐怕别人也会觉得是她心胸狭窄 斤斤计较吧 而珍水无香呢 则是把委屈求全发挥到了极致 看看 就算你抢了我们的boss 我们也愿意花钱买你抢去的东西 我们多受委屈 多受欺负 多有诚意啊 微微被恶心到不行 她当然也不是个好欺负的 上次她可是把战天下说的话 帮派聊天记录全都截图了 正要反击 忽然有一个叫 就是不吃饭的小号冒出来 指控根本就是小雨清清 抢了她和朋友队伍的boss 小雨清清才是仗着自己等级高 欺负人的人 而卢伟微微 则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小雨清清当然不肯承认 那小号却迅速地甩出了一段 小雨清清杀人抢boss的录像 贴到了游戏论坛上 这下证据确凿 小雨清清无言以对 迅速地笑声匿迹了 别说世界上的人 就连微微都被这戏剧性的转折 搞得目瞪口呆 她也不是笨蛋 仔细一想 心中已然有数 然后忍不住就想笑 世界频道又是一片哗然 之前盲目附和小雨家族攻击微微的人 都不好意思起来 有追随小雨清清一起销声匿迹的 也有来向微微道歉的 微微其实对他们的攻击根本不在乎 然而有此机会放过也太可惜 于是她壮似很沧桑 很平静地回了一句 一直没有说什么 以为轻者自轻 着者自拙 不过经历了这么一场欠负所指 忽然很灰心 微微强烈地被自己酸到了 不过为了效果 她还是发了出去 专无委屈谁不会啊 这个话一说 以后就是真抢小雨清清的boss 也不会有人信了 完了 我是不是跟大神学话了 事情到此已接近尾声 微微正打算撤退 却经见世界上跳出一行话 发言者正是自己那向来寡言的夫君大人 世界一笑奈何 高价永久收购 寒冰之语 一笑奈何是极少极少在世界上说话的 基本上就等于没有 于是她此言一出 效果是这样的 哇 合影合影 高手 给我签个名吧 微微看得冷汗不齿 开始努力回想起 自己第一次见奈何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呃 真的很丢人塞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